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下列關於基本交互作用力的敘述何則正確 這個物質之間的基本交互作用有四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重力 這個力量最小 第二個的話 就是那個 電磁力 電磁力 第三個的話呢 是強力 以前叫做強作用力 第四個的話呢 是弱力 這兩個是發生在原子核裡面的 這個的話呢 是發生在什麼呢 發生在這個物質跟物質之間的 這個尺度非常的大 可以大到整個宇宙 這電磁力也是一樣 電磁力也是長層力 這個呢 這個是正電子 這個假設是帶正電的 比如說子子 這是負電的 電子 他們距離可以非常的長 然後呢這個強力的話呢 是在原子核裡面作用的 它是呢 子子跟子子之間的作用 或者中子跟中子 或者是 中子跟子子之間的作用 它是侷限在原子核裡面 那弱力呢 在什麼地方呢 產生了 弱力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中子衰變 比如說它的發生是在什麼呢 是在那個什麼呢 是在那個中子裡面發生的 中子它衰變成什麼呢 衰變成 摔變成這個子子 那有一個電子 跑出來 那附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微中子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尺度呢更小 不過呢 強度的話 是這個最強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這兩個 這個 再來是這個 這個強度最強 再來是電磁力 那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弱力 那最小的是中力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它說 何者正確 我們看看A選項 A選項它說 物體的彈性伸縮力 和物體間的摩擦力 都源自於這個電磁力 這個對呀 物體間的它的作用力 它的那個接觸力 最只要什麼呢 你用顯微鏡看的話 實際上是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那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那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的話 它什麼呢 它是電磁力 所以這個是對的 是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個B選項 它原子核內 原子核內 直子和中子之間的交互作用 主要是弱力 錯 主要是強力 這個 直子跟中子 我們 核稱為核子 原子核的那個核 核子 核子之間的作用的話呢 是強交互作用 不是弱力 弱力的話 弱力是中子衰變成直子 它的那個作用力 所以這個不是 不是弱力 是強力 再我們看西選項 弱力的作用尺度一定比弱力的作用尺度微小 這個錯啦 讓弱力的作用尺度更小 為什麼 因為它是發生在核子裡面的 就是發生在那個中子裡面的 這個它是發生在原子核裡面的 原子核還比什麼呢 比中子跟子是大 所以呢 這個是 這個C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呢 第一選項 電子會衰變 是其內部的弱力作用所造成 電子它不會衰變 這個是那個中子衰變 中子呢 它會衰變 它是因為弱力形成的 這樣我們看呢 一選項 重力不是物質之間的基本交互力 這個錯啦 重力是 是四個基本交互力裡面的一種 所以這裡大家應該要選A